本土、民主、反共 保留政治、民生起義 myradio.hk 各位觀眾,新年快樂 恭祝大家後年進步 踏入2016年,香港出現了經濟、政治 兩方面都有大的動盪 myradio在這時更需要大家的支持 有大家的持續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營運下去 所以請大家持續支持myradio的節目 月費計劃 立刻上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揀穿你心目中的節目 myradio.hk 感謝各位過去一年的支持 祝大家後年平安快樂 在過去這個星期 和未來這幾天 我都是由早到晚 抽時間幫6號的梁天琦拉票 有些人問我 動益 你自己選舉 你都沒有那麼勤力 為何要幫一個看來沒什麼勝算的候選人去拉票呢 那我想告訴大家 我們的希望呢 就在我們的下一代 但是今天 我們的年青一代 包括那90後 千禧後 甚至是80後 在這個社會裡面 不斷被邊緣化 前路茫茫 加上這個港共政權的暴虐統治 泛民主派的消極退縮 香港人的保守 還有怕事 聽見這些年青的朋友 提出勇武抗爭 於是就非常之害怕 各位 我想告訴大家 這班年青的朋友 他們肯犧牲自己 夠膽出來 對這個港共政權說筆 採取的是以武制暴的這些手段 可能有些人是不同意 但是至少 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至少他們知道 他是為他們的未來去奮鬥 而且不怕犧牲 毓敏 今年六十幾歲 在社會裡幾十年 我們看到 我們的希望 就是在這些敢於抗爭 對極權說筆的年青人身上 我們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必須站出來 將選票投給六號的梁天琦 鼓勵那些年青人 支持那些年青人 愛惜年青人 多謝大家 貫徹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暴緣 有些人 是這裡的 照片 很可惜 對 好像有一個人 比較少 很可惜 還是一種很惜 那天 你問誰 有很多人 二讀發言,還有另一個扶偉動議的發言 說得很清楚,我幫他計算 五月底前一定要通過財政預算案 現在從事件發表了 還有十幾條條例草案在排隊 包括骨灰鵪、東區海底隧道 如果你在這個會期之前過不了 那條隧道要封的 他說不可能不收錢給你過 所以權行的利害,根本是不能不抽 尤其是經過幾次留會 最初他還很薄,你留了幾次 昨天無緣無故又留會 不怕計算錯了,又留一留 那是意外 所以立法會秘書長出來道歉 主席坐在上面 然後響了鐘,15分鐘,一時間到時候 秘書就提醒他,時間到時候 他就要宣布休會,因為未觸發定人數 秘書在桌面上有一些電腦 他看到一些進來的就按 滿35人,通知主席救援 主席就繼續開會,可能是14分30秒 到快15分時,主席看秘書是秘書 沒有反應 倒數15秒時,曾和成都說了 請議員回回座席 不是啊 他也可能玩了一隻焦味 所以是放了一個烏龍 但是他做了個財決,指說優惠 你不可以說,不好意思 家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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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這兩天便便去拿票 天意啊 昨天星期三便立刻可以上水 今天早上午好晚上 你說說我都會懷疑,這個世界真是有個今次大霸 大霸今次了 懷疑,不是真的有,我懷疑 說一說正經事 說一說正經事,就是剛才你看到那段影片 今天出現一個情況,蘇金良終於宣布 如果下個星期過不了,就會撤回方案 泛民主派第一時間撲出來表示遺憾 不是說他不負責任 為何遺憾呢 不知了,不於深究,不知如何深究 健康戰線的發言人說阿B又行出來說不接立 寧願撤回都不接立建議感到遺憾 他這個說法有少許不同 你寧願撤回都不接立我們的建議 如果有我們的建議,我會讓你這條條例通過 即是說你接立公平使用 有幾個意見 其中一個其實是fair use 如果他肯收貨就範 基本上見本戰士都可能就範 你明白嗎 但現在吹到,因為網絡23條 總之一定要堆砍他 其實包括網民在內 到最後他跟政府談 或者跟其他人談的結果都是 如果你對網民的建議 接納的話 接納的話 包括議員的議案 當初的說法就是 議員提出修訂案 如果你接受的話 這樣就可以了 政府站得很硬 他現在寧願撤回都不會接受你的建議 於是建本戰士就這樣表示遺憾 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我看了阿B的記者會的說法 何秀蘭代表泛民在廣後 一次排去他的說法 表示遺憾 就說蘇錦良不負責任 竟他說什麼呢 我真的不太清楚 所以我… 說我怡欺 但是 你是想他過還是想他不過 有些人問 就會這樣問 他當然想去過 平情而論 你這個版權條例做案修訂案 跟2011年那個 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他增加了很多豁免 但他的豁免 他又製造了很多機關 其實關鍵是這樣 沒有什麼人屬得過我的 關鍵就是機關 機關重重 雖然有很多豁免 但是機關重重 包括合約令假 包括其他東西 不讓你用fair use 很多 九十幾樣 刑事 很多機關 這些機關 你不拆掉 這個版權條例做案 不可以讓你過 所以我就說 尤其是政治現實 就是 你現在過不了 你不如撤回 我就叫他撤回 OK 那你可以遺憾我了 我意見是叫撤回 那你可以遺憾我 你辦問吧 但是Anyway 這些都不說 實際的情況就是 這是一個政治現實 他不能不接受這個政治現實 對吧 這次我又要說回泛民說 關鍵的一票 你想想關鍵的一票 我想告訴大家 在2011年 泛民主派 包括公民黨 支持修改議事規則 那時候立法會的組成結構是怎樣 地區直選是三十隻 泛民主派連激進派有十九隻 建制派只有十一隻 所以在分組投票 會贏的 一定會贏的 所以所有議員議案 一定是被抓到的 那邊 功能組別贊成的 那邊 反對 反對 那邊 地區直選 人多贊成的 功能組別那邊反對 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泛民主派 經常說一句說話 就是 議會的多數得票最多的 變少數 因為有功能組別 記不記得 經常用這個來 講功能組別的慢惡 到了2012年選舉之後 由立法會的組成結構 培然大變 因為多了五席的地區直選 多了五席的功能組別 那五席的功能組別 就是所謂超級區議會議席 在功能組別裏面 叫區議會的功能組別 二 功能組別一 就是那些區議員 去投票選擇的人來做 那你建制派議席多 那不一定是建制派做 那個沒得談的 功能組別二 就是你有十五個區議員提名 然後你自己參選那個區議員 然後全香港那些合資格的選民 這些功能組別二的選民 叫做區議會 扣除了傳統的功能組別一 傳統的功能組別 這個選民的身份 剩下來的那些議員 那些選民有三百多萬人 就可以投票選出五個 這個所謂超級區議會 立法會議席 泛民主派拿了三席 建制派拿了兩席 在這個新增的功能組別裏面 你多他一席 但在地區直選那裡 由於那些地區直選的議員 那些老牌政客 包括馮檢基、陶錦新、何俊仁 去做超級區議會 做功能組別議員 接著他分組投票的票是廢票 我現在告訴大家 這些叫關鍵性一票 你老母子拿三票廢票 但你那時候的說法就是 我可以量變而質變 我多拿這些功能組別的議席 就可以改變這個功能組別 那時候的說法是這樣 什麼都是你泛民主派說的 關鍵一票 你三個契弟不去地區直選 然後三個當選這個超級區議會 功能組別 在分組投票裡面 你會變成廢票 馮檢基坐在我前面 他是超級議員 我經常跟他說 你有沒有人投了 你那票是廢票 我經常在賭他 你是廢票 我經常在我後面 他坐在我前面 我就在賭他 阿基拉 你那票也是廢票 好了 到地區直選那裡 變成泛民主派加激進派 有18票 建制派有17票 這就是側面 這就是側面 你想想在地區直選那裡 不然是側面 你時代有一個肚子 或者被失蹤 坐了洗頭艇 那你那邊就不能救人 這些叫做關鍵 譬如現在你跟我說 現在17對17 幾打都選入18對17 不要讓周浩鼎贏了 變成他18 我們17就糟糕了 修改議事規則 不能拉布 又九十幾樣說來 恐嚇你 我現在這樣說 你明白嗎 關鍵性的一票 我不要跟你說 當年你支持修改議事規則 你想想你人多勢眾 因為在地區直選裡 你救人 凸了十九席 所以你一贊成 一定過功能組別人贊成 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多議席 而這群糟糕 沒有守住這個議會 再說一次 你凡民主派 這群糟糕 在2011年 支持修改議事規則 因為有十九席 扣了幾個激進派 不願求之外 你救票有餘 如果你公民黨 民主黨不下水 哪會救票 是不是 不救票 只有梁國雄 反對 因為那邊只有十一票 扣了我主席 只有十票 地區直選2011年 實際上建制派只有十票 因為扣了曾鈺成 這邊有十九席 走掉幾件 我們這些不投 抗議離場 有些投反對票 那你也是贏的 那你修改了議事規則 現在你告訴我 你為了這個位置做四個月的扣 這個臭佳 要保持這個關鍵的席 包括你李柱銘 黎智英 你這是什麼余若薇梁家傑 大哥 你真是令人太失望 你為什麼不說一下 2011年十九對十一的時候 你支持修改議事規則 現在你告訴我 很危險 十七對十七 一定不要讓周浩鼎贏 這就是魏君子 我真是沒見過無恥的政客 無恥得過你泛民主派這群人 你首先要對你當年修改議事規則 你走出來公開道歉 然後說我現在一定不會這樣做 我以前是錯的 是嗎 你沒有做這件事的話 你現在說什麼的關鍵 一直是說修改議事規則 叫人投票給楊鶴叫 是嗎 一定不能投給梁天琦 鄭經鶴說的 是黃毓民的白癡 不修改議事規則 我都做過立法會議員 啊 這樣 你別瘋了 我現在解釋給你聽 這些事你都不認知了 你鄭經鶴 但剛才你說的 我都加了一件事 梁國雄和陳偉協 都是修改議事規則之下的受害者 是啊 為什麼今時今日 可以站在這群人一起 去 捍衛不要被修改議事規則 他沒錯 不是 捍衛這個謊 捍衛這個謊 所有剛才你說的 他們經歷過的 所以你這個所謂關鍵一票 我先不說修改議事規則 是否有可能 我就告訴你是零 你駁我吧 我現在周浩頂最好是贏 你了 然後你看他可否修改議事規則 我大家倒一局 是嗎 讓路那些法案要 行政長官可以依據議事規則 第十五條提出緊急會議 接著海底隧道 叫他扑街的預選案 叫他不要通過 不是啊 這樣搞定立刻搞定那條 那三條 陳偉業說十幾個小時搞定 十幾個小時搞定 你不能拉布嗎 原來你不能拉布 你證明你的說法是對的 是不是這樣 你說這些邏輯 不過有人相信 是有人相信 所以他也能撞到票 我告訴你 有人相信 有人相信 相信的有兩種人 一種是自己迷惑自己的 說得自己也相信 一種是蒙靈茶茶被他點到的 就是這樣 是嗎 你現在看看在Facebook裡面 攻擊梁天琦 或者我們這個陣營是甚麼人 你就知道 這些人就算沒有這個選舉 都是在攻擊本土派 包括你黎則墳 你是當本土派狗屎垃圾 是嗎 你是真的可以收工 我現在告訴你 Q仔 你的評論是完全沒有公信力的 黃岸然經常吵架我 經常抽我水 又是我標味會九十幾樣 他寫那篇文章 你是沒有人寫得到的 在信部組兩下那邊問 是嗎 即是我們一件還一件 他一件拿到我的東西 他就上頭了 於是就 你別喪失理性 怎麼這麼說 但你看他寫這篇 說梁天琦的選舉 是嗎 正確就是我們的說法 而且他當年跟長毛炒大 我現在看到他 還有現在他可能發覺 他罵長毛是對的 他罵我 我還未必是對的 你明白嗎 那也無所謂 大家幾十歲的人 對嗎 總之 總之 大佬向一條正確的道路走 我告訴你以前打勾過我 你也無所謂 所以我 不以人廢言 不會因為你經常罵我 而且你是抹黑我的 你這樣撿人口水尾 又說我住的那間屋 要教你老母 幾萬元租我給不起 你真的傻傻 我可不可以 我給我老婆給 我都不需要和你的人交代 連這些你都拿來抹黑我 你作為一個這麼厲害的評論家 這件事真的失分 就是因為私怨 但這次你沒有因為私怨 這次整件事 你看到我是有份參與的 其實他寫這篇文 應該說 你這個瘋狗又在做菠蘿雞 你瘋狗 你瘋狗是梁天琦 你明白嗎 他這句 我預計他說這個 他沒有說 不過他沒有說 可能下星期再加上 沒所謂 但他這篇文章是寫得好 非常之正老 又承認自己 大中華轉為本土 這些就是一個 我對看的 我當然是說你是一個評論家 對看當然不是 對看當然不是 人就是這樣 這個很老實 是嗎 真的寫得好 陶傑也是 是嗎 即是他近年寫的文章 真的 此無此樣 是嗎 我也很討厭他 他也很討厭我 但這個 大是大非的時候 過日的恩怨 就要放開 你要放開 你有甚麼所謂 是嗎 我經常說 死日一世 不死大半世 個個都五六張 你不小心 你看 曹仁超 六十八歲都死了 剛剛今天 人生怎麼能說 他只要放開 這個真的要講一下 曹仁超先生給我們最大的遺產 就是普通話 普通話應該這樣 這個真的 很多人今天懷念他 就拿他的普通話 對我來說 最大的貢獻就是普通話 另外一個就是崔勢安 老實說 曹公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 其實我們都差不多同輩 你說做報館的時間 就是差不多這麼長 老實說 但你說信報 即是這支筆 信報是靠兩支筆的 林恆子 林恆子、曹仁超 對吧 所以今天他的死訊 是由這個信報公布的 我們都真是表現 真是很遠的 是吧 他真是一流的 我告訴你 他的投資者日記 我記得後來 我們在這個 瘋狗 瘋狗 我有份 即是編的 另外一編 這個就是 Q仔,泥側粉 用逢仁超 仁超 今天可以開名 沒所謂 拒枉仁超 真是寫得好 Q仔這些也是一流的 講一下馬 講一下波 接著講一下政治 我告訴你 這種問題是一流的 現在沒有 因為有詩怨 他又不喜歡泛民 有時是屌遭泛民 其實當時他的政論集 是結集那本書 叫《一人文校九七》 那本書也值得看 他說回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代 即是九十年代代 即是九十年代代 他都很不滿意 但他始終到後面 以大局為總 但他很討厭你的本土派 你看到他整個… 曾本太是甚麼 曾陳雲 曾陳雲 曾陳雲,曾黃楊達 你明白嗎 黃楊達也不是 黃楊達也不是 其實陳雲也不是 黃楊達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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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關你的事 阿楊達也是次要的 他一、二年選完後也替達明不平 令他跟老蕭犯大臉 後來不知道為甚麼 其實多數都是陳雲 陳雲比他吵架 其實是意識形態問題 薪咒文化人之爭 這是中國人的劣根性 所以不要做中國人 希望這些劣根性也沒有文 這是中國文化遺留在你身上的 我不是這樣看 我介紹給你 多看一些老蕭 老蕭也是 我覺得老蕭太刻薄 真的 太刻薄 尤其是對他的敵人 也太刻薄 看回老蕭和敵人的關係 大家可以看回今時今日 在政壇上 泛民主派也好 本土派也好 左膠也好 那種鬥爭 但是水平差很遠 差很遠 文字的水平差很遠 文字的水平差很遠 那些可以走出來 在Facebook打飛機那些 全部都是垃圾名 我連名字都廢話時開 老蕭罵人後來你又全盤繼承了 你開了他的名字都會抑鬱 垃圾 垃圾都不堪 但是現在漸漸看到 好像很多人開始明白 是 我從來都不在Facebook打飛機 現在我們發覺很多政治人物 喜歡在Facebook打飛機 這樣便會出事 是嗎 包括曾俊華也是 但是曾俊華只是在施政報告中 說他上Facebook 然後就讓葉劉數二抽他水 我follow了 都六萬多了 認屍認屁 我想最大的動機 就是葉劉覺得這是一個潛在對手 如果不是也沒有這個 但這次未完結 我有一個問題 現在這個所謂網絡二十三條 已經擱置了 在下一屆的立法會中 會不會重新拿出來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你問我 是嗎 我現在做了一個罪人 那些版權大連盟 因為想殺死我 不用了 你不要說這個問題 現在我們最近要說選舉 休息一會 回來就說一下 財政司司長昨天那份財政預算案